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新世东夫 即认 雪嫣考考你了 甲脂蜜糖月脂披霜这个金句为什么呢? 很简单 不同人有不同价值观 其实反过来说 甲脂披霜月脂蜜糖一样可以 懂得点东西 不过我想说的反而是另一个迷思 蜜糖是否真的人畜无害 潤喉养颜三岁到八十岁到刚好呢? 没错了 一名35岁男子 日前进食有人由尼泊尔寄到香港的蜂蜜 约30分钟之后 出现头云和呕吐的病症 第二日到广华医院急症失求医 并因为低血压和心率下跌 需要入院接受治疗 个案可能由侵目毒素引致 值得留意的是 类似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了 今年1月底 一名男子进食蜂蜜之后 又是出现心率下跌 腹痛、云炎和呕吐等病症 临床诊断属狂蜜病中毒 市民进食蜂蜜一而再出事 想知点避免狂蜜病中毒 蜂蜜又是否真的人人合适? 事不宜迟 东夫 专家职认 知不知道有机会吃蜂蜜 都会有机会中毒 知道的 如果吃到有毒的植物 它有机会分泌出来的蜂蜜 就有机会有毒素 不会经历 因为我很少在外面买的 在其他地方买回来 自己带回来吃的 如果那种没有经过食物的管制 肯定会出问题 以前有吃 自从听说有毒就戒了 现在怕它多不同的化学剂 以前比较纯 纯一点 经常听人家说 食蜂蜜有益健康 究竟食蜂蜜会不会存在风险呢? 这些起码都是生物 就不是普通蜜蜜 它是有一定的毒素在里面的 最好就不要吃了 因为都试过 我记得都三四次的种毒了 那个毒素就是杜卷花的毒素 或者叫浸木毒素 因为它很高的 其他花生不到 那里的蜜蜂就专业采杜卷花的花蜜 最经典的就是 有人拿这些蜜蜜蜂回去送礼 去那里旅行 作为手信 因为它有几经贵的 特餐、普餐 那你就送给那些亲人吃 那些亲人就不知道这些蜜蜜蜜 原来就不是普通蜜蜜蜜 那就吃了 跟着就引起整家都中毒 中毒的症状通常都是迷得很快的 都是一个挺重要的中毒 据卫生防护中心数据显示 自至今年6月24日 过去5年 曾接获6中华尔狂蜜病中毒个案 卫生防护中心建议市民 应向可靠的来源 和养蜂墙购买蜂蜜 特别注意 在印度 尼泊尔 和普尔奇黑海等地出产的蜂蜜 因为这些地区的蜂蜜 曾经引致侵木毒素 相关的中毒个案 坊间流传各式各样蜂蜜 双黑食物的资讯 应该怎样分辨真偽呢 如果大家都有听过一个传闻 就说蜂蜜和豆腐一起吃 是会导致耳聋 这个也是一个谋误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蜂蜜最主要的营养成分 就包括了水和糖分 而当中有80%都是属于果糖和葡萄糖 20%就是水分 可能大家都会听说蜂蜜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会有一些类似是酵素 或者是旷氧化物质 类黄酮之类 但实际上它们所提供的这类型的营养价值 相对份量是比较少的 所以它就不足以成为我们一个食物的来源 蜂蜜其实最主要是提供热量 和营养是相对比较单一的食物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蜂蜜其实都被归类为游蜜糖的一个来源 一般来说 世卫建议我们游蜜糖的摄取 一天大概不要超过总热量的10% 或者5%以下就更加好 所以一般成年人来说 你每一天大概吃1-2茶匙的蜂蜜 其实就已经很足够了 讲过回来继续东夫 食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大生蟲草王 雪燕 不知你讀中学时 最有印象是哪本教科书? 虽然很多东西都还给先生 但这本也令我毕生难忘 是呀 这本就是传说中鼎鼎大名 十分神秘的Atlas Day导习 的确十分神秘 看不少网民分享 Atlas虽然是全份书单最贵的一本书 但几年中学生活 揭刀未揭开过 反而有人说本书够大够厚 好转地说 喂,你没听过网上这个梗吗? 只要你没有情绪 就不会被勒索 只要你没有道德 就不会被绑架 不看地图集 说不定可以打少地图炮 世界都和谐些 好了,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申诉? 记得致电我们的爆料热线 36003600 让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 冬夫即营 拜拜 请大家多多支持 冬夫即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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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营 冬夫即营